大家好,下面是几条简短的新闻 一,以俄关系恶化,以色列不再提前通知叙利亚的俄罗斯驻军一起炸 二,以色列国防军的日次排雷系统 效率十分高,看到乌军好眼红 从最近这几天的战斗来看,以军的装备比乌克兰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空军、防空系统、装甲车都要强很多 估计打完这一战后,幡然醒悟的以色列会支援乌克兰一些好武器 三,今天看到一条新闻说 俄国准备制裁以金毛约翰逊为首的13个英国人 下面的一条评论把我逗笑了 评论是,制裁那个上班骑自行车还要每月暗示还房贷的金毛 他有什么东西可被制裁吗 四,一个穿着邋遢的男人来到一家面馆问老板 能不能给碗面吃 我钱包掉了,回不去老家 特别恶老板听完 二话没说,就去端了碗面挑出来 那人狼吞虎咽吃完后,老板还给他500块 店里的人都说他是骗子 老板说,刚才那碗面,我没放眼 众顾客顿时安静 本事清汤无颜面,泪落碗中方觉闲 五,有网友发帖说 今天被银行拒绝回收 当初在银行买的金条 金条上刻着中国工商银行 看来,中国工商银行也不能相信啊 六,被罚1800亿,土地收回 富士康正面回应,郭台铭开始反击 七,富辈当年经历过,每年催缴工粮 而今咱们经历着,每年催缴一宝 8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8.7万亿 2022年土地出让金6.6万亿 2023年1到9月土地出让金3.08万亿 九,原文 无尊有母校,安一大设立无尊有奖学金 三天筹款近45万元 网友说,我奉劝该校三司,以免拨乱反证之后 一臭万年,成为历史的笑话 10,浙江医生主动投案,网传期给学生体检 是为了帮人寻找合适器官 11,德国年轻穆斯林要求 废除德国宪法,引入伊斯兰教法 12,哈马斯官员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每天都与俄罗斯保持着联系 我们的官员也与中国 俄罗斯代表见过面了 我们已经向俄罗斯派出过代表团 很快就会向中国派出代表团 下面是网友的跟帖 1,我仅代表自己,不欢迎你们 2,别,我的天 3,求求你,找俄罗斯就可以了 下面是一位网友写的帖子 作者,上官正义 湖北襄阳剑桥医院院长 勾结网络中介 利用抖音平台公开贩卖出生证 贩卖婴儿,长达一年多卧底 掌握到湖北襄阳剑桥医院院长 勾结多地网络中介 利用抖音平台 长期公开已经十万价格 贩卖出生证含出院生产病例等 疫苗本 为买来孩子洗白身份 该团伙还售卖婴儿 男女婴价格都在十万以上 涉及全国十多个省份 数量惊人 同时发现 该团伙还售卖假出生证 且在各地均已落户 洗白社管儿童身份 一,襄阳剑桥医院院长 勾结网络中介 已近十万价格 售卖出生证及疫苗本 襄阳剑桥医院夜姓院长 勾结多地中介团伙 利用抖音平台公开发布办理出生证信息 物色客户 贩卖出生证名 含第七版 中介表示 他们这样主要是帮助领养来的孩子 解决户口问题 买证者只需提供身份信息 给9.6万元 医院方面就会按照正常生产流程 在医院办理建档 产检 住院 分娩 出院等全套真实信息 生产两天出院后 客户就可以带着卖来的孩子 前往该医院采集足底血 新生儿出生采集足底血 后办理出生证明 全部过程最长七天就完成 同时 医院方面提供全国版本的疫苗接种本 并按照真实新生儿出生的流程 打疫苗 打印以肝及卡接疫苗注射记录 注射日期 疫苗生产厂家及疫苗批号 如果不能带孩子前往医院采集足底血 需要加1万元 由医院安排其他婴儿替代采集足底血即可 目前掌握到贩卖出去的出生证涉案 北京 山东 四川 甘肃等多地 均已成功落户 二 贩卖假出生医学证明 该团伙利用抖音平台 公开发布贩卖出生证明的消息 物色相关买来孩子不能上户口的客户 以6万左右价格贩卖伪造 以查实的出生证 这些客户通过购买伪造的出生证 在各地均已落户 四川 云南 河北 陕西等 以查实被伪造的出生证信息有 云南玉西某医院 湖南省某医院等 一 我于9月17日 前往陕西洛南县4号镇 向当地举报提供证据 其辖区有人买来孩子后 通过网络购买伪造的出生证落户 值班领导通过方言核实 却有此事 且已落户 而他转头向我说 不知道 让第二天再去 二 于9月22日 前往河北张家口 捉路线宝黛镇 当地反馈旗辖区有人买来孩子 后通过网络购买伪造出生证 且已落户 同时提供了证据 并表示愿配合协助调查 但当地了解后说汇报 第四天回店 想见面再了解一下情况后 至今再无消息 向以上两地警方 从9月上门举报至今 该团伙中的多地网络中介 仍在抖音平台 活跃公开售卖出生证 无受到任何调查 三 香阳剑桥医院院长勾结网络中介 十万以上男女价格贩卖婴儿 三 香阳剑桥医院业院长表示 该家医院主要做代孕 办理出生证 只是副业 旗下线网络中介说 他们不光出售婴儿 还收购婴儿 如果身边有怀孕的大学生 不想要孩子 都可以介绍给他们 由他们帮助找买家 中介说 出售的婴儿消息的主要来源 是医院方面 医院方面有了孩子 就会通知中介 中介再通过抖音平台 物色客户 一 九月份成交的一女婴 价格是11.8万 且已通过他们在该院办理的 出生证等全套信息 在四川顺利上到了户口 二 十月中出生一女婴 该团伙以14万价格 卖给广东的客户 并提供了全套的住院分娩 及出生证名 叶姓院长在叮嘱 购买出生证客户时 反复强调及传教各类防范 卫生主管部门 及公安机关 反查验工作的经验 我于11月6日下午 前往湖北省襄阳市卫健委 想求见襄阳市卫健委 赵旭主任反映情况 办公事工 做人员表示不能见领导 随后 我再次前往湖北襄阳剑桥医院 想规劝叶姓院长 及医院犯罪成员 投案自首 如实交代违法犯罪行为 配合有关部门 找到涉案的拐卖孩子 争取宽大处理 但叶院长没出面 其同伙不愿意自首 潜伏卧底该组织一年多 形成近5万公里 掌握到该团伙的整个网络 贩卖婴儿 贩卖出生证等 一条龙的犯罪链条证据 他们分工明确 利用抖音平台 公开发布相关短视频 物色客户 内外勾结 为社拐孩子提供售后服务 从而洗白身份 达到敛财目的 目前这类中介还非常多 仍长期公开活跃于 在抖音平台 勾结医院贩卖出生证 含第七版的 不止湖北这一家医院 还有广东佛山 广西南宁等地医院等 希望有关部门 严厉打击此类犯罪 加强出生证的管理监督 抖音平台 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职责 下面是官方对于此事的回应 中国快讯 襄阳市卫健委通报 医院公开贩卖出生证 贩卖婴儿 以联系相关部门 介入调查 11月6日 襄阳市卫健委网站 发布情况通报称 我为已关注媒体平台发布的 关于湖北襄阳剑桥 医院院长勾结网络中介 利用抖音平台 公开贩卖出生证 贩卖婴儿的情况 并立即联系公安部门 卫生监督局介入调查 同事安排专人 联系相关知情人士 恳请提供支持 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 持续通报 接下来是关于 迟速生律师的事件 法院大批法警 还有公安特警 强行将迟速生律师 扣留在法庭内 并关上法庭大门 随后 多名法警又将迟速生律师 强行拖进法院另一个房间 关上房门 并不允许其他律师同行探视 多名法警和公安人员 在强行带走迟速生律师过程中 引发迟速生律师 突发心脏疾病 随后 法院将迟速生律师 用救护车 送往宣威市 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 精心电图 初步诊断为心肌缺血 医生表示 有猝死危险 但是医院工作人员表示 送迟速生来的人 没有表明身份 也不知是哪个单位送来的 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医院建议 迟速生律师留院观察 而且还需要做各种检查和救护 但是迟速生律师手机 在宣威法院无故扣押 目前迟速生律师 与家里和单位 仍继续处于失联状态 据悉 宣威法院无故扣押 迟速生律师手机 是因为宣威法院认为 迟速生律师在开庭前 被告人 和议庭成员 公诉人 辩护人等均未进入法庭 继位到开庭时间 法官也未到庭 宣布开庭的时候 拍了张空法庭照片 但是迟速生律师在法院开庭前 已经将手机存入法院专用手机屏蔽柜中 整个庭审过程中 迟速生律师并未取出手机拍照 也未使用手机 对于宣威法院无视法庭规则 无故侵害律师权利的行为 我们表示强烈谴责 并将依法启动向有关机关投诉和控告 目前 迟速生律师仍在医院急诊室救治中 无人陪护 且宣威法院送医人员全部撤离 下面是吴洪森的评论 以色列终于不绥靖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今日访问以色列 意义重大 这不仅意味着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以色列第一次放弃旁观者立场 开始公开支持乌克兰 也意味以色列放弃了 执行多年的绥靖主义政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次以色列遭受哈马斯突然袭击 伤亡两千多人 不仅仅是摩萨德情报失准的问题 根子上是被自己奉行多年的 绥靖政策害的 俗话说 不愿看的人比瞎子还瞎 他们以为给加沙巴勒斯坦人 提供工作和生活保障 就能换回和平共处经济繁荣 殊不知 加沙反而成了哈马斯发展壮大的最好基地 对只有仇恨 一心想把犹太人屠杀干净的 穆斯林恐怖组织来说 利用你对他的好来壮大仇恨的力量和能力 他们一点也不会不好意思 反而认为自己很聪明 对方是个笨蛋 他们已经养成了非常根深帝国的观念 只要能消灭异教徒 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 撒谎欺骗更是区区小事 所以 以色列这次遭受哈马斯袭击 是对内与对外绥靖政策的双重失败 对外方面 以色列为求自身安宁 不敢站在国际正义这一边 听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对乌克兰多次请求提供防空铁穹等援助 置之不理 因为中东恐怖组织的幕后大老板 除了伊朗还有俄罗斯 事实证明 在恐怖组织已经全球化 形成国际联盟的背线联盟的背景之下 以色列想独善其身 毫无可能 尤其是俄罗斯这种历来不讲信用的国家 把他们的沉默当真 结果必然是上当受骗 昨天俄罗斯可以为了需要 向以色列沉默和平 今天为了挽回乌克兰战场败局 就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 试图开辟第二战场 来牵制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美国拜登总统 一方面从道义上和民心所向 不得不援助乌克兰 另一方面又害怕和俄罗斯正面相撞 直接干上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始终停留在防御性武器和短程攻击武器方面 战争打了快两年了 乌克兰才刚刚拿到两架F-16战斗机 拜登不敢大胆放开手脚的援助乌克兰 骨子里就是绥靖主义 左派和绥靖主义 永远是一体之两面 在恐怖主义与普世文明 在文明与野蛮 在民主与集权 已经如此壁垒分明的局势下 绥靖主义还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吗 网友谈论 关于卖地收入 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基本都是花在公务员事业边的工资上 如果不靠卖地 全国的公务员应该都开着客源三千 付出五千的工资 一年六到十万 但是有了这些卖地收入 让一二线城市公务员的工资达到了15到25万 更有深圳 苏州 杭州 这些财政领先的城市 开出20到30加万的公务员工资 遥遥领先 像我们一个二线城市 要有20多万在边公职人员 具体我知道的确切数字 全是在边公安民警一万九千人 在边教师是三万五千人 推算一下 据领导开会讲 公安占了整个公务员不到三分之一 那么估计公务员人数在六万左右 医生人数不清楚 毕竟他们可以实现自我盈亏 其他各个事业单位在边人员 大概是公务员两倍还多 几乎完全靠财政供养 按照公务员 教师平均开到手15万工资 其他事业单位到手10万工资来算 对应财政为此付出的工资 社保公积金就是20万 14万 算一下财政为公职人员的工资付出 是大概20万9.5万 加12万14万等于358亿 这还不包括大把的边外人员 工资和我没掌握的医生 实际超过400亿基本没跑了 这个数字 基本占了我们城市 50%到60%的税收 而全国那么多无地可卖的小城市 税收根本不足以支撑公职人员的工资 几乎除了沿海地区 中西部所有县级 甚至地级市全靠转移支付得以为继 陕西佛平县也因此出名了一把 8000人秀珍县的存费之争 一年只挣7000万 却花8亿 上了卖地发工资的快车 想下来根本没有可能啊 公职人员都靠着这个工资消费 生活 甚至买房贷款 哪个领导 公务员愿意降工资回到解放前呢 只能继续让雪球越轨越大 他们能做的只有继续卖地 下面是关于国美黄光玉的消息 套现20亿 黄光玉准备跑路了吗 有钱装修办公室 没钱发工资 黄光玉带着20亿消失了 熟悉北京的人都知道 国美总部所在的彭润大厦 曾是整个北京城最高档的办公楼 然而现在 这座大厦的主人 丢下万名欠薪员工 带着20亿藏起来了 黄光玉的办公室 在彭润大厦的36楼 普通的电梯 根本没有36楼的按钮 必须做专用的电梯 才能见到黄老板本尊 专用电梯口 安排了24小时的保安 没有黄老板的首肯 谁也不会放行 去年临近年关的时候 被拖了大半年工资的 国美员工忍不了了 200多人在没有电梯的情况下 沿着消防通道 爬了整整36层 突袭了黄光玉的办公室 躲在36楼的黄老板 见到赌门的员工时 颇感惊讶 他想不通 这群人是怎么绕开安保系统 来到这儿的 这也是普通员工 第一次见到老板奢华的办公室 整层楼为黄光玉一人服务 可能是空间太大怕单调 黄老板把楼层一分为二 一半装修成中式风格 一半装修成戏式风格 餐厅 喜遇 饮院 卧室 健身 保姆 一应俱全 国美在培训员工时 经常拿黄老板举例子 说他是个工作狂 24小时处于工作状态 看到他的办公室后 员工们恍然大悟 原来所谓的工作狂 24小时办公 就是把办公室装修成别墅 能在这种环境里办公 谁还回家 黄老板与员工的对话 很不愉快 第一是国美账上确实没钱 第二是员工擅自闯进36楼 让他有种被偷了家的感觉 对话很快升级为冲突 黄老板拍着桌子 骂员工不要脸 几名员工情绪失控 轮全朝他打去 幸亏保安赤胆忠心 拼死拦在黄的身前 才保住了老板的颜面 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 恢复了秩序 旁堂一代枭雄黄光玉 曾经的中国首富 竟被员工堵在家门口要账 脸真的丢光了 第三天 黄光玉便带着全家人 撤离了彭润大厦36楼 再也没回来过 行踪成迷 有人说他躲到了北京某富人区 有人说他跑回了潮汕老家 所有要露面处理的事情 都由妹妹黄雁红代劳 本人打死不出现 与他一起消失的 还有抛售的价值20亿的股票 国美员工透露 从2022年至今 黄光玉几乎不过问公司的经营 并不停地减持国美股票 刚开始黄海解释说 套现是为了给国美注资 后来干脆不解释了 光明这么大地套了 总共套现了20个亿 却付不起员工 每月几千元的工资 实在令人寒心 遥想黄光玉刚出狱时 那真叫万众期待王者归来 低迷了十几年的国美股票 硬生大涨 从一块多窜到了三块多 市值凭空多了200亿 股民笑称 国美是出于概念股 新股东们真诚地相信 黄光玉能把国美经营好 重创辉煌 黄光玉给他们的回报是套现 把三块多的股票套成了八分钱 自己带着20亿跑了 不但股民上了黄光玉的当 大佬刘强东和黄征也未能幸免 黄光玉当首富的时候 刘强东还在中关村卖谍 黄征还在上大学 黄光玉就是他们的偶像 智富的前辈 所以当黄光玉打电话给他们表示 想借点钱时 两人没多想一个借了7亿 一个借了14亿 这种无条件的信任 让他们今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以国美现在的股价估算 他们的投资缩水了90%以上 未来国美和黄光玉的结局如何 我的看法是依法破产 依法赔偿 黄光玉退出江湖 安心炒股 国美虽然败了 但还有500多家门店 剩余资产349亿 破产后依法拍卖 所得首先赔偿员工的工资 七次偿还供应商欠款 最后补偿投资人 考虑到国美的总负债为370亿 所有债主应该能拿到大部分欠款 黄光玉呢 他从国美套现出来的20亿 却为合法所得 是他用在国美的股份换来的 这么多钱 晚年不用愁了 可以安心在家炒股了 这样的结局比吃劳饭的许家印强多了 下面是一位网友写的故事 从三位书屋到百草园 朋友比我大好多 去年结的婚 结婚后火速怀孕生子 前几天去吃他的满月酒 听他讲了个很震撼的故事 他前几天办手续的时候 发现他和他老公名下有个孩子 上小学了那种 这个孩子他不认识 他老公也不认识 他在排除调老公背着他 把私生子挂在自己名下 占用学区房名额后 开始着手查这个孩子是谁 不知道是只有百经有这个规定 还是都这样 对学区房的要求是 第一次使用学区房名额上学后 必须要间隔六年 还能再次使用 按照名下那个神秘孩子的岁数推算 朋友自己的孩子上小学 根本用不了学区房的名额 要等 朋友一怒之下暴怒了一天 他当天就打电话报 但是给的回复大概就是 我们会调查 但是建议你们自己协商之类的 朋友回去暴怒了一整晚 第二天打电话报警 说孩子丢了 提供了孩子在他名下的证明 一群人开始找这个神秘孩子 挺好找的 毕竟就在他家学区房的学区内上学 找到之后 朋友用了点不好说的手段 弄到了孩子父母的信息 他找个孩子有什么用 孩子称死是受益者 是又不是他办的 在弄到孩子父母信息后 孩子父母拒绝沟通 朋友又怒了一天 花了一天起诉了孩子的父母 要求争夺孩子抚养权 理由就是 孩子在我名下跟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听完这件事 我整个人都恍惚了 下面是岳东小博士写的帖子 则连司机与普大帝的能力对比 评估一个人的个人能力 得看他靠自己的本事能做些什么 普帝本来在克格勃是个丁烧员 监视在苏联的外国人的行踪 后来在德国主要任务 是收集总结报纸上的信息 人到中年 下岗在家 没有收入 只能寄人篱下 饱受冷眼 曾经不得不开黑车讨生活 这是他个人能力所能做到的 后来从政一路攀升 那是得到了商界大佬的扶持 以及叶利钦的栽培与提拔 执政俄罗斯这么多年 取得了什么成就呢 在科技方面 吃苏联的老本 基本零创新 军工方面还是T72 虽然坦克比赛每次夺冠 在乌克兰亦飞冲天 工业不断萎缩 几乎只剩下能源开采 在开疆辟土方面 2014年 陈乌克兰混乱 夺取了克里米亚 这可以说是 那些崇拜他为普帝的人 唯一能给出的所谓成就了 但如今 克里米亚也是经常炮火不断 连黑海舰队司令部 都被一锅端了 再看看泽连斯基 法律专业出身 投身演艺业 扮演廉政总统 风靡全国 然后组建政党 短短的时间 就直接赢得 乌克兰人民的选票 成为真正的总统 刚上台没多久 普帝凌晨偷袭 俄军四大主力 清朝而出 钢铁洪流打到了基辅城外 泽连斯基从睡梦中被炮声惊醒 全球几乎所有的军事分析家 西点军校毕业的也好 国防大学的也罢 都说乌克兰很快就完了 各种新闻煞有皆是 既算明天俄军会打到哪 也不能说这些人就蠢 他们只是普通庸裁 拜登也呼吁泽连斯基 触逃组建流亡政府 乌克兰外交部 打电话给德国寻求帮助 对方都不想接电话 说你们明天就换人了 泽连斯基说 你们都怕普帝 我看他不过如此 看我的 说到做到 起来指挥乌军进行反击 俄军四大主力灰飞烟灭 然后泽连斯基合众连衡 左右天下大势 这都是其个人能力 任何人只要能做到其中一点 就算是历史风云人物啊 珍宝岛打坏一辆俄国坦克 就是大英雄 要进博物馆 谁打掉俄军十辆坦克 多半要写入世界战士 则圣谈校之间 领兵打掉几千辆俄国坦克 还摆在基辅街头 让非洲兄弟们欣赏 莫斯科号被乌军沉入海底 暂时都懒得去打捞 这还只是 齐战纪的一个零头 人与人之间 差距可以非常大 有转基因 都学不懂牛顿物理的 也有爱因斯坦 下面是一位网友写的贴文 根据以色列 撒到加沙的传单 巴勒斯坦平民 已经到达加沙士以南的 以色列军队防线 他们正言着 为向南移动的平民 创建的人道主义走廊行走 并举着白旗 以色列军队 正在让他们通过南加沙 那里有临时安置所 食品 水 药品 和其他人道救援物资 根据加沙之声 组织负责人 加沙70%的居民 厌恶哈马斯的统治 希望把哈马斯 从加沙赶出去 希望以色列 与国际社会重建加沙 尤其是没有投票 给哈马斯的年轻一代 不希望生活在战争的恐惧 和哈马斯的恐怖统治之下 没有人可以公开反对哈马斯 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 他们就会被扔进监狱 他们的家人被监禁和折磨 有人问 如何看待 被打只要还手 就是护 有人回答说 如果是你家的两个小孩打架 你一定会搞清楚是非曲直 但如果是猪圈的两头猪打架 你肯定是拿着棍子两个一起打 因为你要的是猪圈的安静 有人点赞说 简单的举例 打通了多少人的任督二脉呀 下面是个搞笑段子 大学毕业 全班同学都在认真写通讯录 易老师冷笑道 都别写了 以后混得好的 不会联系你 混得差的 不想被联系 关系好的 不写也联系 关系不好的 写了也不联系 有这功夫 不如多头头简历 班上顿时鸦雀无声 下面是一则房贷被骗的新闻 这样的事 还是头一次听到 河南浦阳 大量购房者贷款买房 被银行办了消费贷 才联社11月7日店 多位河南浦阳的听众 近日反映称 自己的存量手套房贷利率降不了 一问才知 已经还了两年多的房贷 竟是消费贷 记者多方联系发现 至少有40位贷款人 在这两家银行 浦阳农村商业银行 和台前农村商业银行 同为河南省农村信用社 分支机构办理房贷业务时 最终办成了消费贷 涉及两家银行的十多家支行 不少贷款人都声称 银行没有提醒他们 办理贷款的性质 记者书里发现 这些贷款大多发生在2021年 少部分发生在2022年初 多位贷款人告诉记者 银行方面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一是签订补充协议 变更贷款利率为5年期以上 LPR期限为两年 二是在整个合同期 将利率调整为 5年期以上 LPR加80几点 下面是一则社会新闻 把自己穷死的外卖人员 上海33岁的外卖工作人员 吐血死在医院急诊室 临终遗言是 千万别让父亲来 能省下一张车票钱 我可能要死了 也别抢救了 我能死在医院 这样光亮的地方挺好 比死在婚案的出租屋好多了 遗言句句令人悲痛 泪崩 这名外卖员连续几天吐血 他到急诊科时 身上只有10元钱 电话也欠费停机 只因为他一直把钱 给了病更重的哥哥 父子最终没能见最后一面 可谓人间悲剧 苦难令人绝望 穷人的苦难 更令人心酸绝望 一阵阵悲从心来 下面是一位网友写的贴文 可可稀里的网红狼 被送回了戈壁深处 为了让吃得太胖的网红狼 保持健康 可可稀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 连夜将他麻醉 并送回了戈壁深处 理由是 人类干预他的自然生活太多了 我怎么觉得 这和现今的社会一模一样 当你快要死的时候 没有人理你 当你稍微混得不错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瘾 为你好的理由 出来干预你 幸好 这头网红狼是拎得轻视到的 他第二天就回来了 23岁女老师 留意书自S后 多地周末开展教师心理培训讲座 不参加扣200元 周一上交培训心得 重要通知 亲爱的老师们 接相关领导通知 为避免此类悲剧发生 本周末两天 所有教师参加心理教育讲座培训 培训时间 8点到17点30分 周六 日 培训地点 会议室 请各位老师 务必准时参加 会议签到 如不参加签到 每人扣200元 同时 培训做好记录已被检查 会后请上交一份培训心得体会 必须手写签字 周一下班前交期 该事件报道后的第一个周末 即11点4到5日 多地给老师开展心理健康培训讲座 更加重了老师的负担压力 下面是一个微信聊天截图 主任李老师发出通知 通知 各位家长 学校强制要求学生戴头盔上下学 走路也要戴头盔 不管是走路 还是坐汽车 都要佩戴头盔去学校 所以为了每位学生的安全着想 学校统一购买头盔 每位同学交268元 明天必须施行 否则家庭教育一个星期 望各位家长积极配合学校的工作 其中一位家长回复说 李老师 我家燕燕能不买头盔吗 她是走路上下学的 然后 那个主任李老师回复说 燕燕妈妈 学校统一购买 走路 坐汽车 也要佩戴头盔 不要因为你一个人不买 拖了整个学校的后腿 本频道评论 只不过是又找一个收钱的理由罢了 看那个收费 贵得离谱 268元 为什么不让家长自己去买呢 下面是一位老师的公开信 我是一名从教26年的小学教师 强烈建议取消安全教育平台 青年大学习 清教第二课堂 禁读知识竞赛 宪法小卫士活动 青年学校 依法制校 城市创卫 城市创文 网络防诈骗APP 云警务 交通安全 值班职守 寻合 防洪救灾 民师认证 控措保学 消防安全平台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青少年素质管理 艺术素质评价 学习强国 订报刊 学评险 学生奶等等 现在的老师已经不是教书的了 就连电车戴头盔 教社保 打防疫针 皆赶尽烧 爱新娟都要由老师下发 弄得家校矛盾不可调和 少些扰乱学生家长的生活的杂事 师生家校才更和谐 更有利于营造尊师宗教的社会氛围 请让老师回归自然 专心教书育人 下面这则消息 有点吓人 广东中山二院 一教授的学生集体患癌 院方回应 不时 正调查处理 中山二院 称一教授的学生集体患癌不时 7日 广东广州 有人发布消息称 中山二院中山大学 孙艺仙纪念医院 一专家教授的学生 集体患癌 引发关注 爆料图片显示 有人发布信息称 中山二院苏世城的学生集体患癌 还有消息称 今年乳癌那边 6个学生患癌 有个还是一线癌肝转移 另有消息称 三个博士 一个博士后 都小于30岁 全是罕见性 广东中山二院 一教授的学生集体患癌 有人跟帖说 还在调查呢 怎么就有结论不实了 下面讲一个严肃的笑话 金正日主席的枪法 那时 金主席为了练习枪法 经常在夜晚对着月亮射击 以此练就了 在黑夜里 准确打击敌人的好眼神 和好枪法 这个秘密沉寂了很多年 直到1969年7月21日 终于被美国人发现了 这一天 美国人登月 却发现 到处都是金主席留下的弹坑 他们叫雨石坑 净乎不可思议 从此以后 美国就再也不敢冒犯 我们伟大的国家了 摘自朝鲜刊物 感谢观看